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英国私立贵族学校海格特工学,Hitgate School,为了配合英国教育圈近年推广的校园性别友善措施,在学校设立新的性别中立厕所,却教家长反应让他们的小孩更不开心。 据外电报道,英国北伦敦的贵族学校海格特工学,Hitgate School,在今年学生们放完暑假返校后,推出新的性别中立厕所。 校长亚当说绿物Dampeted称,新的性别中立厕所将会对跨性别学生有所帮助,但部分家长表示他们小孩并没有因为性别中立厕所而在学校感到快乐,反而比较不开心。 针对家长批评,彼得特在一封回应家长的信中说,我已得知性别中立厕所,让校内的七、八年级深感到不自在,但本校会持续支持跨性别和自认为在双性定义外的学生。 我也被问到如何平衡少数学生与多数学生之间的需求问题,本校正努力改进厕所空间,更仔细考虑相关措施,让全校的学生都能满意使用。 但家长们认为校长过度关注校内的跨性别学生表示,我怕校长太过执着于跨性别学生的问题,他的声明也证明还没有解决性别中立厕所给学生造成的困扰。 许多家长都认为校长应该专注于管理整个学校,而不是因为跨性别一体很红就跟风。 因私利贵族学校招收学生年龄在13到18岁,海格特工学除了性别中立厕所,今年初也依性别中立原则改变制服规定允许男学生可穿着裙子。 目前英国有超过150间学校采用性别中立制服,而英国学校评鉴权为有良学校直男The Good School's Guide最近也开始纳入跨性别友善的要素评比学校。